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催更 问英特尔最新的N系列的小主机 到底什么时候出评测 其实金水已经拿了有一段时间了 老话说好饭咱们不怕晚 咱们今天就一次性把N95 N100 N200 N305 做一个横向的评测和对比 那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四台主机究竟性能怎样 究竟有哪些差距 然后咱们再说一点其他频道主 跟厂家没说的那些事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异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包装 这四台小主机的外包装内容 都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简单过一下 首先是一张说明书跟一个保修卡 下面是机器的本体 剩下是一根C的线跟一个螺丝包 后面是电源 其中N200跟N305的是12伏5A的 N95跟N100则是12伏3A的 我们来看一下小主机的外观 这四台小主机都采用了最新的散热外壳方案 我们收到的N200跟N305这两个小主机 是大背头的方案 N95跟N100的小主机则采用了高端款的方案 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本体 正面的一个电源键 一个BIOS的复位键 两个USB2.0的接口 两个天线的预留孔和一个TF卡的插槽 背面两个USB的2.0 一个HDMI 2.1 一个DP 1.4 四个R26V的网口 跟一个DC的电源接口 接下来我们打开背板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M.2 NVMe X4的插槽 一个M.2 Mini PCAE的插槽 这个插槽我们后期可以转接WiFi的网卡 这个是一个DDR5的内存插槽 四个网口都采用了服务器的UDE的封装 屏蔽性能跟传输性能更好更稳定 USB接口的旁边 这次主板的厂家也做了跳线的优化 每一组USB都有 这样就不会出现之前关机USB的不断电的情况了 自带的一个转接板 可以从Mini PCAE转接出多一个2280的NVMe 但是速度只有1X 好 我们拆开外壳 这四代小主机的CPU的接触的部分 都改成了纯铜的导热块 更大程度的增加了散热面积的同时 也能够更好地把CPU的热量传导到外壳上 之前很早就有小伙伴跟我留言 说USB3.0一定要喷一下 这里确实要喷一下 虽然说作为软路由或者公共机 USB3.0并不是刚需 但是刷系统也好 或者是挂载移动硬盘也好 其实都是真的挺需要的 更不要说一些Windows的用户了 在这其实我也咨询过厂家 后续他们会出一个系列的转接板 那么其中就会有一个USB3.0的转接模块 那么这样也算是给出了一些补救的方案吧 这四大小主机分别搭载了 英特尔最新的N95、N100、N200、N305这四款CPU 这四款CPU都是23年Q1季度发布的 10nm英特尔7制程工艺主打移动的产品系列 其中N305是8核 其余的都是4核 其中N305的大核是3.8GHz N200的大核是3.7GHz N95跟N100一样 大核的只有3.4GHz N100跟N200这两款CPU的基础功耗都是6W N305跟N95这两款的基础功耗都是15W 但是这里N305多了一个9W的最低的功耗值 内存方面这几代小主机都支持最大16G的DDR4跟DDR5的内存 虽然说这一代的N系列开始其实都只有单通道的内存了 但是12代的CPU其实是有两个内存控制器的 如果你使用16G以上的内存 12代的CPU会把它虚拟成双通道 整体性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这次最新的英特尔N系列最大有9条PCIe通道 近3的标准 我们这次拿到的方案的NVMeX4 它一共就占了4条的PCIe通道 Mini PCIe占用了1条PCIe的通道 4个2.5G网卡也一共占了4条PCIe的通道 这样它9个通道就一次性用完了 所以这次才没有USB3.0 N系列支持AES新指令级 支持英特尔虚拟化VT-X跟VT-D 而且还支持了AVX跟AVX2的新指令级 核心显卡方面 这几款CPU都搭载了16EU的单元 跟24EU的单元和32EU的单元 这里面N305核显频率最高在1.25GHz 它们都支持最大4K60Hz的分辨率输出 实测支持4路4K高码率的视频推流 可以硬解8KAV1的视频播放流畅 无压力 打要续就只能挖点休闲养生类的了 说完了外观和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4台小主机的性能究竟怎么样 这次我们测试的系统是Windows 11 RRH2的版本 使用的是一条16G的DDR5的4800MHz的海力士的内存 我们刷入了厂家最新的BIOS SIMOS设置为默认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烤机的分数 我们使用AIDA64单烤FPU N95单烤30分钟 CPU自始至终可以保持在2.68GHz 核心温度在80度左右 功耗最高24W N100单烤30分钟 刚开始的时候CPU可以跑到2.9GHz 核心温度在80度左右 功耗可以达到27W 坚持20分钟左右之后 它会降到2.8GHz左右 直到测试结束 结束之前核心温度最高会在94度左右 N200单烤30分钟 CPU自始至终会保持在3.19GHz 核心温度刚开始在60度左右 结束之前温度会飙到80度 功耗会达到31W N305单烤30分钟 CPU可以保持在2.4GHz 核心温度刚开始会在60度左右 在结束之前 核心温度可以达到70度 功耗最高32W 同时我们也监测了这四台销主机 在测试的时候 外壳最高的温度 大家有兴趣可以暂停看一下 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一下 大背头的散热方案表现是最好的 可以全程无外部散热 一直坚持到最后 接下来双烤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总体来说这次的BIOS调教会相对的保守意见 默认的BIOS里面LP1的功耗墙设置在20W 解除功耗墙之后 温度墙应该在90度左右 默认的设置N95、N100、N200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N305的数据在这一直不是太稳定 期待后续机械BIOS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跑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CPU-Z的测试下 N系列的小手机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都可以全面碾压6005跟5105 即便是分数最低的N95 它的多核都以一分之差 险胜6005 N305的多核更是力压8505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新的N系列在更高的功耗 它获得了更强的性能 但是综合起来 Ginkbench 5跟CPU-MARC的得分 我会发现从N95到N200的测试数据 实际上都是大概每集有10%左右的增长 但是N305虽然说它的多核 已经超过了N200 但是在各项测试的单核成绩里面 它的得分都会被N200所吊打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次拿到的 这个设备的个案 有明白的小伙伴可以给大家留言 科普一下 那么其他的一些测试的参数 我在这也不跟大家赘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台小主机在OpenWRT下的具体的表现 我们这次使用的小宝的固件 S.OS 23年2月份24号的版本 这次的硬件跟Windows的测试环境一模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台小主机的加密算法的跑分 首先是AES 这里面的N200超过了N305跟7505排名 第9 N95排名第10 N305以4000分之差 区局第11名 N100垫底第13名 后面是XX20的跑分 N200天地榜第8名 N305第10名 N100第12名 N95垫底第13名 接下来是Chromemark N305接近19万分的分数 名列第5 N200 N100 N95 分别名列第10 第11 第12名 我们从CPU的绝对性能上来看 N305的多核实力确实是不容小觑的 最后是几台小主机的总分排名 我在这儿不给大家念了 虽然N305在所有的N系列主机里面 它的排名是最高的 但是从前面几项的测试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性能释放还是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静水总觉得它的性能是被限制了很多 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 这四台小主机都是可以跑马千兆带宽的 而且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在这里面 N95的CPU使用率大概在23.5%左右 N100的CPU使用率可以跑到17.4% N200可以跑到最高16.5% N305最低 最高使用率在11.6%左右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网口传输的速率 我们在路由上打开iPhone 3的服务端 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 我们测试电脑的系统是MacOS 12.2.1 网卡用的是8125B的2.5G网卡 由于四台网卡完全一样 小主机的连接速度也是完全一致的 测试机发送数据软路由接收2.36G 使用-R参数软路由接收数据2.35G 接下来使用-B10多线程传输 测试机发送数据2.36G 使用-R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2.35G 完美符合2.5G网卡的应有表现 传输起来速度也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没有关闭CPU节能 好 总结 相信看完视频的你 应该对英特尔的12代N系列的小主机 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新的工艺和架构带来了更低的功耗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错的性能 而这里面N305更是性能又一次刷新的 低功耗小主机的新高 在兼顾轻度办公的同时 可以兼顾虚拟机和路由的使用场景 也可以玩一些对配置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网游 硬件堆料和散热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任何一台主机拿出来当路由器的都是绰绰有余的 那么在测试的这几周里 金水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这次的N系列的BIOS 调教相对比较保守 那么非常期待积雪版的BIOS N305的测试数据其实不太正常 希望仅仅是我这边的个案 那么由于是新的CPU 小宝的固件它的内核又比较低 是5.4的 无法正确识别核心显卡 那么也就无法实现显卡的硬件转码了 这里金水也跟小宝大佬说过了 那么后期期待它的更新了 另外一个我们在安装PVE 7.4的时候 由于内核版本太低 我们是无法显示图形界面的 需要输入代码才可以正确的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升级到内核6.1的版本 之后才可以实现核显的正确识别 由于N系列只有9条PCIe通道 这次并没有独立的SET接口 也没有USB3.0 这一块是被很多人所吐槽的 后期官方也会出转接板 来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由于目前产能有限 基本全系还是断货的状态 需要等到4月底或者是5月份 那么等其他厂家的产品 一起都出来之后 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我的小店了解一下 好了 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